嗨 大家好 我是CR51 今天呢 我教大家怎么去挪车 是用那个脚的那个 脚的那个就是支撑车的那个车架子 靠这个 以这个为一个支点 然后呢 让这个车呢 原地的这么着去转一个方向 很简单 但是呢 我不是说 我不是很建议说你经常去这么着去转车 因为它的那个脚的那个支架呢 它毕竟它不是说 不是说为了 为了这样去转车才设计的 所以它的那个承重力啊 什么的呢 都会 都不会说那么的强 所以如果你做的太平凡的话呢 你的这个脚蹬的这块呢 可能就会比较松 然后就如果是特别松 就容易把车摔上嘛 所以说不建议说老去这么着做 只不过说如果比如说像我这种车库 呃 就是说比较小的位置 然后我必须要原地转 呃 这种情况下呢 才才说可以这么着去做 否则的话如果做太多次的话 真的是 呃 会对那个脚蹬的会非常的不好 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车这么着放好 然后让车的那个脚蹬的放下来以后呢 确定车是原地不会 确定那个地上没有说任何的 松散的东西 或者说有什么沙子什么的 如果特别滑的话呢 当你抬车的时候 有可能把自己就摔着 而且更危险就是如果把车再摔到你身上 那你就废了三四百斤的车对吧 然后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这个后脚蹬都放下来以后呢 手就是啊 就手抓到这块 抓到这个架子这块 然后呢 把你的 把你的这个这个轮胎呢 把它给拧一下 就是感觉 然后呢 靠 用你的脚蹬的作为一个支援 然后呢 把车呢 后边先会抬起来 很简单就抬起来了 然后呢 用你的身体的重量 我虽然重了一点啊 但是用你身体的重量呢 把车整个两边撬起来 哎 就撬起来 然后连转的 连转的 连转的就可以 很简单 然后呢 走一遍 直点 对吧 直点 然后呢 用你的体重呢 把车 因为车的引擎是在前面嘛 所以你要用你的体重盘 压车的屁股 这样的话 车就站起来了 然后 靠这个东西 原地去转 就可以了 很简单 但是不建议这么要做 因为这样做的话呢 你的这个脚蹬都会非常不行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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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CE OUT 好